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AMD基于Zen5架构的桌机版的锐龙9000系列处理器已经正式开手。 这次AMD一共带来了四款Zen5处理器, 分别是锐龙9950X、锐龙9900X、锐龙79700X和锐龙59600X。 日前有业内媒体评测了,基于锐龙79700X和锐龙59600X这两颗面向主流消费者的处理器。 工艺方面,锐龙9000系列依然是Ciplet小晶片设计,包括两个或一个CCD、一个IOD。 CCD制程工艺从锐龙7000的台积电5奈米进化到了4奈米。 单个CCD的面积与Zen4相同,都是70平方毫米, 但电晶体数量从原来的65亿增加到了86亿,多了整整21亿。 IOD没有任何变化,依旧是台积电5奈米制程,面积122平方毫米,34一个电晶体。 由于IOD完全没有变化,锐龙9000处理器的记忆体效能与锐龙7000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实测,无论是锐龙7、9700X还是锐龙59600X,想要保证UCLK同频, 最高记忆体频率不能超过6200M,否则即便能进系统也会非常的不稳定。 架构方面,AMD的工程师这次大幅度提升了Zen5核心的流水线宽度, 而OB重排序缓冲区Reorder Buffer从原来的320个条目指令提高到了448个条目指令,增加了40%。 更宽的流水线,让Zen5核心可以容纳更多的算术逻辑单元,ALU和地质生成单元,AGU。 Zen4架构每个整数运算器中,包含了4个ALU和3个AGU, 而Zen5则分别提升到了6个和4个。 特别是至关重要的ALU单元数量相比上代增加了50%, 这也意味着Zen5核心在相同周期内能处理更多的指令。 Zen4拥有3乘24一体化ALU AGU Scheduler和单独的1乘24ALU Scheduler,总计是96个。 Zen5则设计了88ALU Scheduler和56HU Scheduler, 理论上可提升50%的运算吞吐量。 另外,Zen5主要改进了一级资料快取, 从Zen4的8路32K提升到了12路48K。 同时,通往一级快取浮点单元的最大频宽, 也比上代翻了一番,并改进了相应的资料预取。 二级快取的容量没有变化,依旧是每核心1M, 但是链路通道从8路倍增到了16路。 简单的说,就是L2频宽翻倍。 和上代锐龙7 7700X相比, 锐龙7 9700X的L1块取频宽几乎有翻倍的提升, L2读取频宽提升70%, L3块取读取频宽也有30%的提升。 快取效能大幅度提升, 也让锐龙9000处理器拥有了更稳定的峰值效能。 除了这两点之外, Zen5处理器的浮点效能也得到了增强, 拥有了完整位元的AVX512指令级。 其实,Zen4架构也能支援AVX512浮点运算, 但它是通过两个256bitFPU合并运算来实现, 而Zen5则是拥有完整的512bitFPU以及与其未远匹配的流水线管道。 对于支援AVX512指令级的城市, 例如AIDA64DPU, Geekbench 6, PS3模拟器等应用, Zen5架构最多可以带来50%的效能提升。 游戏效能方面, 仅凭架构上的优化, 锐龙79700X, 锐龙59600X在最高加速频率, 只提升100M, 基准频率反而大幅降低700-800M的情况下, 获得了10%以上的游戏效能提升。 锐龙79700X可以战胜除I914900KS之外的所有英特尔处理器, 包括顶级的I914900K, 而且就算是和I914900KS的差异也只在毫厘之间, 和I714700K相比则有4%的效能优势。 锐龙59600X的对手则是I714700K, 并且可以领先2%, 这个表现与I913900KS处于同一水准。 游戏效能更低的英特尔, 库瑞I714700K目前售价400多美元, 需要搭配300美元级别的C790主板, 高效能散热器以及高瓦数电源。 在价效比方面, 库瑞14代与锐龙9000并没有可比性。 另外,通过测试15款游戏, 锐龙79700X和I914900KS在绝大多数游戏中的帧率都非常接近, 整体来说也只弱了1%, 如果对比I914900K的话可以稍稍领先, 同时领先I714700K4%左右, 而对比锐龙77700X提升了超过11%, 锐龙59600X可以轻松领先I514600K, 幅度达到了10%, 而对比锐龙57600X提升幅度也是超过11%, 当20核的I714700K与8核的锐龙79700X摆在面前, 淘开功耗与价格不谈, 到底哪个更适合玩游戏呢? 有DIY老鸟很坚定表示, 他会选I714700K, 理由很简单, 就算锐龙79700X游戏效能暂时领先, 但随着以后游戏对多核优化越来越好, 二适合的I714700K更能占未来, 但是他忘了很重要的一点, I714700K与锐龙79700X都是8个大核, 但当游戏多核优化足够好, 需求8个以上线程时, 情况就有一些变化了。 由于酷睿处理器超线程效率太低, 仅相当于物理核心30%的效能, 而根据媒体此前多次测试, E Core大致可以达到P Core核心40%的效能, 也就是说游戏需求超过8个线程时, 会优先调用E Core。 而锐龙处理器超线程非常惊人, 实测可以达到物理核心50%以上的效能。 那么结论就很简单了, 游戏对多核优化越好, 锐龙9间系列处理器的优势会越大。 20和i714700K占未来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异象。 由于极高的超线程效率, 以及夸张的32M三级快取, 锐龙59600X与锐龙79700X在游戏效能上, 极有2%的差距。 反观英特尔这边, 过低极低超线程效率, 加上更少的三级快取, i514600K与i714700K之间的游戏效能, 平均有9%的差距。 比起i914900KS更是差了13%, 一些非常需求的CPU效能的游戏差距甚至会超过20%。 因此, 对于AMD粉丝来说, 可以无脑选择锐龙59600X来搭配顶级显示卡。 而英特尔这边, 只能选择高阶的i7i9处理器, 否则将无法发挥出顶级显示卡的全部效能。 总体来看, 无论功耗、售价、平台价格, 还是游戏效能, 在新一代锐龙9000处理器面前, 酷睿14代处理器毫无战斗力。 单论游戏效能, 锐龙59600X几乎可以灭掉整个13代酷睿。 要知道现阶段游戏效能, i914900KS至今还未战胜锐龙77800X3D。 当然, 英特尔代号Aerolake的石库瑞Ultra 200K系列处理器, 这才是锐龙9000的真正对手。 但, BMD也留有后手。 根据目前的消息, 全新设计的锐龙9000X3D处理器, 已经破除了85瓦功耗强瓶颈, 频率也有大幅提升, 游戏效能将会再次让英特尔闻风丧胆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